红二代 美国出书爆猛料 这些中南海内幕太惊人 划十代 芬瑞加入北约 各国启动批准进程 经大公民肖建华庭审 加驻华领事官员竟然被拒旁听 美中角力 努卡申科 下一个划分世界战场在这里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5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Jennifer 关于周永康薄熙来政变的传闻 早有各种版本 现在有红二代出来提供更惊悚的资料了 最近 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 China Dew的中文翻译为《中国对决》 在美国出版 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据报道 该书作者向阳 是一名红二代 他的父辈在政界 军界身居高位 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 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向阳说 《中国对决》这本书详细讲述 中共党派斗争和政治体制不为外云所知的种种内情 这些高层内幕都是我近距离接触到的 有的还是我参与的 都是真实的 2012年3月 中共内部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未随政变 时任总书记胡锦涛轻调军队 包围时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所在的政法委大楼 书中描述 3月19日 胡锦涛通过电话 命令第113师集结北京 包围中共中央政法委大楼 第6装甲师协同进京 包围公安部 武警总部 公安部八局 同时对抵抗的军事力量实施缴械 航空兵第八团扮演侧应角色 掌握北京市的制空权 当天晚上12点55分 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后 通过保密电话 连接到巩卫京师的第38集团军作战室 下令封命等候的军长许林平 及政治部主任常月和政治委员邹云鹏 调遣该集团军署下驻扎河北宝丁的第113师 和陆军航空兵第8团 以及驻扎北京昌平的装甲第60进入北京 书中记载 就在同一时间 政法委大楼里太子党成员 陈毅之子陈浩苏 何长公之子何光业 正在劝说周永康不要迟疑 下定决心发兵中南海 周当时掌握着80万武警力量 不过为时已晚 他们所在的政法委大楼已经被军队包围 他们还隐约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 公安部也来电告急 称他们也被包围 同时被包围的还有中央警卫局和电视台 书中称向来是胡锦涛死敌的陈浩苏与何光业 一直策划借助时任常委之一的周永康拿下中南海 不过风声走漏 胡锦涛通过内印掌握了动向 于是先下手为强 反戈一击 被困政法委大楼的周永康试图致电胡锦涛无果 最后只得向江泽民求救 将为他向胡锦涛说情 胡以稳定大局为重 就此罢手 于是这场政变与反政变对峙的游戏 在一场误会的托词下落下了帷幕 书中说 陈浩苏和何光业与薄熙来是铁哥们 一同策划了这场政变 但半路杀出的王立军事件打破了原有的计划 书中写道 3月初的两会期间 薄熙来高调亮相 为自己辩解 激怒了胡锦涛和多数常委 人大闭幕前一天的3月13日晚 胡锦涛紧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 讨论免说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九常委中除了周永康 其他八人都举手赞同 至此薄熙来幕后元老江泽民 也不得不同意这个一边倒的结论 3月14日上午 人大闭幕 薄熙来随后被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的人马控制住 第二天 中共当局对外宣布 薄熙来被免职 书中描述 薄熙来与周永康关系紧密 不过 这并不耽误薄熙来对周搞监听 薄熙来送给周永康一支精致的手工金币 和一枚瑞士手表 王立军在两件礼物中安装了顶级窃听设备 这样一来 周永康与薄熙来的所有交谈 与政治局常委的所有对话 和所有武警 卫戍部队高层的互动 以及收到哪些国宝级礼物 甚至与各种女人的私会 王立军都生生入耳 王立军把这些信息重点性地汇报给了薄熙来 同时也制作了包括音像和文字在内的电子档案 薄熙来倒台后 陈浩苏通过他在重庆的内部关系获得了这些档案 这成了他推动周永康铤而走险的利器 与此同时 陈浩苏并不知道他的秘书李公达是胡锦涛的内应 所以胡锦涛得以掌握陈浩苏与薄熙来等的密谋 并迅速调动军力予以包围 书中还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温家宝的卫师长李润田 则是薄熙来的内应 他在王立军事件后被撤职 陈浩苏从重庆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 周永康和薄熙来密谋篡权 他们设想由周永康出任国家主席 薄熙来出任总理或副总理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 两年后逼习下台 由薄熙来接手总书记职务 北约的新时代开始了 7月5日周二 30个成员国驻北约大使在布鲁塞尔签署一份议定书 正式开启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批准进程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这份文件的签署标志着每一个成员国的批准程序 由此开始 所有北约盟国必须经过国内议会表决程序 批准两个申请国加入 斯托尔滕贝格周二在同芬兰和瑞典两国外长 共同出席新闻会时表示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32个国家共聚一堂 我们将更加强大 签署议定书后 芬兰和瑞典作为后任国将可参与北约会议 获取更多情报资源 但在批准程序完成之前 两国还无法援引北约共同防卫条款 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 自动获得其他盟国的军事支援 据估计 批准程序将在一年内结束 莫斯科一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提出反对和警告 3月12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这将带来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斯图尔唐贝格敦促各成员国迅速推进批准 并向这两个北欧国家保证在此期间提供必要支持 芬兰和瑞典的安全对我们的同盟至关重要 包括在批准程序期间 他说很多盟国已经对芬兰和瑞典的安全做出了明确承诺 北约也在这一地区扩大了存在 包括增加了演习 不过就在上周四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在马德里峰会上发出警告 要求芬兰和瑞典对线对安卡拉做出的承诺 否则土耳其议会不会对两国加入北约讨论表决 根据一份三方在马德里签署的备忘录 芬兰和瑞典承诺不会支持库尔德武装组织 库尔德公元党和人民保护部队 以及流亡美国的伊斯兰教士葛兰的网络组织 后者也被土耳其政府归为恐怖组织 中共对肖建华案更严厉 超过澳大利亚籍的杨恒军案 5年前在香港神秘失踪的 加拿大籍华裔亿万富翁肖建华 一直未得到加拿大的领事探视 7月4日 肖建华在中国出庭受审 加拿大官方表示 其驻华外交官要求旁听但遭到拒绝 使馆一名发言人5日星期二 在发给媒体的电邮中说 加拿大几度要求出席庭审 但被中共当局拒绝 自从2017年1月 肖建华被中共当局人员跨境 从香港的司机酒店秘密绑架以来 中共司法当局一直在以秘密方式办理此案 自那时起 肖建华从未在公共场合落过面 官方也从未对他的调查 做过任何详细说明 据信 这与肖建华曾接近中共最高领导层 并帮助其中一些高级官员理财有关 肖建华出生在中国 后规划入籍加拿大 是明天系金融集团创办人 2016年在胡润中国百夫榜排名第32位 当时其资产净值估计为59.7亿美元 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推动的反腐运动中 肖建华与其他多位中国企业高管受到调查 此类反腐运动被认为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在肖建华2017年在香港神秘失踪之前 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股东和员工 曾因为出版对习近平声誉不利的书籍而陆续失踪 失踪半个月至三个月后 这五人陆续献身中国大陆 并受到有关当学的控制与指控 当时的法律并不允许中国内地的安全人员或特工 任意跨境实施逮捕行动 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失踪事件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底线 引发2019年香港爆发的大规模反送中抗疫示威 北约的路线将往中亚延伸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日公开预告 这里将是下一个重新划分世界的战场 其中一个迹象便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对乌战争持续之际 选择造访中亚地区稳固盟友关系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 卢卡申科本月2日指 美国打算支配并塑造一个 有西方国家主导的强势的国际体系 任何抬头的人都会被美方打压下去 他认为目前已有一些迹象表明 中亚地区将成为下一个 重新划分世界的全球级战场 包括普京日前访问塔吉克和土库曼 巩固与前苏联加盟国关系 他还指控 乌兹别克动乱是西方势力在背后作祟等等 卢卡申科又说 中亚正处于两难处境 一边是美国和欧洲 一边则是大力影响该地区 同时被华府视为头号敌人的中共 他估计美方阵营与中共的斗争 不久后将在中亚发生 届时整个世界将被分裂 前呼万唤万媒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睇今期的万维的报道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